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錢投資 今天台股稍微補個量 就大漲了82點 你看一下這個盤會難以操作嗎 整個盤式的架構 從799億以來 籌碼面實在是太穩定了 為什麼今天大概補個200億 它就可以漲了82點 而且再創破斷性高 籌碼穩定的現象所給你的 是賺取多方財富的一個極點 這個盤 投票太漂亮了 你自己看一下 整個融資月有有沒有增加 799億到今天為止 融資月不敢增加 就是因為在觀望的投票實在是太多了 我對這個行情是越來越樂觀 所以當昨天 大凡師為什麼不動 昨天的成量才600多億 沒有量 收在平盤附近算是不錯的一個架構 今天來到800多億 增加200億 台股又往上推升 所以盤面的輪動性的健康結構 依然在進行當中 這個行情當然有得賺 你務必要把握 因為我是在520之前 唯一少數告訴你 7999那一天盤是會反轉 我是唯一告訴你520之後 會有眾多格局的分析師 我既然看對講對是在你最悲觀的同時 那現在 這個盤是長真的還是長假的 現在是一個樂觀的一個情況 你不覺得你應該跟我積極來操作 並肩作戰嗎 所以台股的一個架構 在一片 大家比較悲觀的氣氛當中 開始反轉 5月13號指數來到7999 我又下插取量是好事情 800多億有人在承接 弱勢股跌不下去了 所以我給你建議是 盤勢隨時會好轉 而且是反轉 如果你知道那天是反轉了 你會不會中壓 現在回頭一看 將近700點了 你當然知道這邊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介入點 你當然知道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超爾利潤的買點 那叫事後看圖說規矢 大家都很會說 當下5月3號 指數從8840跌到7999 這一天你敢不敢出手 眾子同朋友你不敢出手 但是你看我的群母 你不應該在當下 當時候做砍出 做賣出的動作吧 所以我們給你大盤的一個看法 在最關鍵性的時刻給予你最大的幫助 因為那一天實在太重要了 那一天大家很悲觀 還沒來到520 電視說崩盤 報紙攤開說會大跌 對你怎麼敢買股票 你只要不扛出股票 就算是阿彌陀佛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在一片悲觀的氣氛當中 如果我可以拉你一把 那接下來台股的未來的眾多格局呢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來操作啦 畢竟目前台股才剛反映景氣的復甦面 之前10個月都是藍燈 景氣 屠夫哀哉 很悲觀 現在好不容易往黃人燈靠攏嘛 那以後會不會綠燈 以後會不會紅燈 不排除這樣的一個結構嘛 所以買股票要買什麼樣的景氣層面 當然是買在藍燈啊 市場上認為景氣很低迷的同時 才有比較便宜的股票可以買嘛 就像5月13號的一個7999那一天 意思是一樣的啊 等到景氣的一個對策訊號燈 綠燈了 紅燈了 很熱的同時 我就要開始告訴你要保守了啊 股票的一個操作 你一定要反向來思考 你才會買在一個相對低點 賣也是一樣啊 對 景氣很活熱 景氣是一個紅燈 就要拔檔啊 就要保守嘛 所以希望在5月13號 我們給你一個建議如果是對的 那520之後的行情 我當然一樣持續的看 一樣帶你繼續的賺下去嘛 因為520之後的5月23號 200多點個中長紅出來了嘛 我說這個買盤再度的介入啦 跟7999這一根 大量是相呼應的買盤嘛 所以我才說再度的介入嘛 既然再度介入眾多格局 接下來你看到是一個籌碼 穩定的現象嘛 5月底我是告訴過你嗎 農資有真的沒有增加 他不停的在嘎空手啊 當時指數最高8563 漲了500多點耶 我說在嘎空手 今天你所看到的一個現象 有沒有 融資餘額還是沒什麼增加嘛 既然沒有增加 那這個盤 是不是持續的嘎空手 我不希望同廟 你不僅沒有買股票 還去放空股票 還被嘎空 那真的是招了一個高 融券余額不停的在攀升 代表 多數的同廟 你真的又做錯方向了 大盤給你是一個方向跟策略運用 方向如果是多妥 而且眾多逢之稱站在買方 不要因為在520之前 可能你看了很多錯誤的言論 或是你跟錯分析師 告訴你要去放空 或是告訴你要去賣股票 結果你不甘願 因為你空在地板區嘛 你把股票賣在地板區嘛 上來快七百點 不甘心 因為已經沒有 低點讓你買了嘛 已經沒有低點讓你回補了嘛 所以你就拼命的 想要放空一下 想要吃一下大盤的豆腐 你總希望大盤 反正漲都一定會回檔嘛 回檔是做多的一個時機 親愛的同廟 眾多的格局 指數回檔的空間不會太大 如果你為了要貪那麼一小便宜 要吃人家豆腐 認為他會回檔 賺那個短空單的一個財富 你會喪失的 下一次多頭行情鎖 帶給你破斷行情啦 你只要有放空的想法 你希望盤跌深一點 但這個盤跌不深 從七九九以來 哪一天跌很深 你看到的黑K棒都不會跌很深啦 你看到的黑K棒 都是讓你再度進場的一個時機點 所以這些放空的朋友回頭是岸 景氣的一個復甦 已經漲了快七百點 接下來景氣的一個成長力道 所帶動台股的 絕對不是只有8840這高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陸陸續續的 調節一些股票 這些資金當然是為了轉進 第三季業績成長性的個股 節奏性的明快性 所帶給會員的是不停的累積財務 我目前在幫我們會員 創造出贏家的姿態 那個姿態 你如果很猜 我相信面對台股這樣的行情 你是為股掌叫好的 對一檔一檔跟著來操作 我們持股不多 賺完一檔再換一檔 所以至今5月19號 庭力賣出 這樣有41塊錢的空間 賣 5月24號 至今171庭力賣出 兩階段都獲利下車 5月25號到豐翔 100庭力下車 兩階段一樣獲利賣出 5月26號又賣了金鴻 這樣一階段大概三成利潤 6月1號賣再生 從520這邊開始邀請你進場的 走高停利 6月1號的翔碩 這樣一波段停利下車 6月2號的Poloway 48停利下車 因為沒辦法過前波高 親愛觀眾 我們以上所列的這些股票 我們都有把訊息 拿出來跟你對時對價 不管什麼價位買的 什麼價位出的 很清楚 所以整個Poloway 在6月2號 因為沒辦法過前波高 48號附近賣出 盤中你要知道它沒辦法過高 那你就知道要賣 是不是 賣 經過2分鐘48.1 這賣點當然是OK的 因為賣完之後它開始整理 沒有錯吧 這一點賣 沒辦法過高 就賣完整理 是不是 昂寶也是一樣 6月2號 200一停利下車 買在180賺30 買在190賺20 賣點一樣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賣掉資金就準備買下一檔 所以 親愛的觀眾 陸陸續的把檔 就是因為我們 都採低階的模式嘛 那高點你一定要會出 不要一檔股票本來 炭後真資真好 不能出炭錢變了錢 那就不好了 轉進是為了幫匯林的資產產產生另外一檔個股的一個獲利效果嘛 陳述績效怎麼來的 一檔中央人再換一檔啊 贏家姿態 不斷的獲利下車 不停的累積財富嘛 所以你看到賣掉 昂寶之後它開始整理嘛 對如果你不賣今天208.5啊 好像沒有增加我們匯林的財富嘛 所以這一天賣掉之後 不錯吧 200億賣啊今天208.5嘛 對 變成在整理嘛 是不是 那我今天有接回嗎 你想跟我低接嗎 我說過我們賣掉的這些股票 有些我會做接回的動作 基本上來講 這些股票基本面都非常的棒 基本面目前來講不可能因為短時間 而大幅度的衰退嘛 本來非常棒的 變成非常的爛 不可能嘛 我現在要觀察這些 我們賣掉的這些基油股 到底它的一個量價 它的形態 它的手碼 來到什麼位置 適合我們做接回 賣掉 不是要馬上接 有時候好的買點是需要時間等待出來了 不要因為有短暫性的價差 你就認為可以做承接 你看這一檔 利豐嘛 我賣在幾塊錢的 我賣在357的啊 那為什麼這一路過程我都沒有機會 357到153差200塊錢呢 我為什麼可以忍那麼久 同樣你有沒有想過那個原因 究竟因為利豐今年度的一個業績展望 是有衰退疑慮 我已經看到基本面未來的概況嘛 那如果不像去年 利豐那麼棒的一個成長態勢 我為什麼要做接回 你去想那個低點去做那個反彈 你沒有出你都會受傷啊 那不是這樣 所以呢我寧願不搶反彈啊 因為之前認了一次強反彈 你沒有出多錯啊 那這一次大盤漲得快700點 這邊買上去 你當然會賺啊 但這都事後論述了嘛 我只是要告訴你一個原則性 當基本面有衰退疑慮的個股 我就不輕易的出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操作非常的穩健 我們要的是給你 每一檔個股應該賺的利潤啊 對不對 避開它回檔修正的風險嘛 你來看一下這一檔至今 你就知道了嘛 上一波段從129買的嘛 上去來到2月23號最高191 我賣在186啊 買一個時尚花你129萬耶 可以賺了57萬耶 將近五成利潤啊 那2月23號186賣掉之後 股價回檔兩個多月 兩個多月喔 兩個多月的時間過去了 老觀眾老同學 對不對 你去看一下 這個過程我哪一天告訴你可以接回 沒有 絕對沒有 所以等了兩個多月 5月10號來到136 差了50塊錢嘛 我又至今 收腳指跌有機會嘛 因為它電子生技雙題材的 基本沒有改變啊 當然要做接回啊 因為差了50塊錢嘛 那上去是不是又一波段 來到5月20號 171停利賣出啊 這賣點都跟你對時對價過啦 10張又是35萬嘛 所以兩階段的獲利空間 相當的迷人 第一趟10張 57萬 第二趟10張 30萬 兩階段 獲利空間 92萬嘛 那重點是 我股票的一個操作 賣在一個相對高點 上次賣在186嘛 賣完之後有衝高到19 199嘛對不對 那衝高留一些給別人要賺 我們要的是 最漂亮的一個位置 做接回的動作嘛 等了兩個多月 136附近接回 上去 我賣在171嘛 171賣完之後 又衝高來到178.5嘛 留一些給別人要賺 我不可能賣在最高點 也不可能買在最低點 相對論的一個操作哲學說 帶給你是每一波段你都賺得到 每一段的一個回檔風險 你都可以避開 這樣就夠了 你只要做股票 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你不可能大了嘛 為什麼一定要集集盈利 說要賣在178.5耶 賣在171不錯啦 今天不是一樣 剩164.5嗎 如果你是很貪心的 一定要賣在最高點 保證你每一檔股票都賣不掉 因為最高點一定它回檔下 你才知道那是最高點嘛 當下你怎麼知道它是最高點 所以我們可以運用的是 掌握一檔股票的基本面 成長了賺取它每一段利潤嘛 對 技術型態的量價籌碼 所給予我的 相對低檔買相對高檔出啊 這樣就夠了啦 對 這一段賺到 這一段賺到 那回檔修正的風險避開啊 那不是很完美嗎 就如同台股的一個結構嘛 這是從8840 跌到7999嘛 這一段 我認為是有點多跌啊 但我們之前這邊 不是賣了很多檔股票嗎 不是賣了風翔嗎 不是賣了金銅嗎 還有一些股票啊 賣掉之後 大盤指數回了600點 你是不是可以全身而退 操盤的節奏性 對很多同兵來講 是難以辦到的一種低進高出的境界 因為大部分人都喜歡追高殺低 人性的弱點 落的時候不敢買股票 起的時候亂買 你怎麼會賺到錢 你剛才所看到我們這些獲利股票 哪一檔不是低檔買高檔出 6月2號昂寶高檔賣啊 低檔已經買過了嘛 是不是 波羅威也是一樣啊 低檔買高檔出啊 6月1號的翔走 是不是低檔 1136買142加碼 158賣嘛 6月1號的再生 上去賣啊 低檔接著高檔出啊 金融這樣三成啊 賣啊 佛龍翔第一檔買的 兩階段都高檔帶你拔檔啊 至今也是一樣啊 5月24號上去 衝高我喜歡賣嘛 5月19號至今也是一樣 衝高我賣嘛 陸陸續續的一個拔檔 包括上禮拜六 你自己看一下日友 來到161.5 創下新高 短線不追我調節 我提醒觀眾押回再買 我知道很多的朋友 喜歡看我節目買我的股票啊 那為什麼我在創新高那天 告訴你不追 要也再跟我來低接 因為我禮拜六 做了調節的動作啊 日友 創新高量不是很夠嗎 159先停力賣出嗎 你自己對時對價 這就我一個操作態度 以及整個完整流程嘛 低檔我會買 創新高的股票 我有沒有陸續把檔 我有沒有不停的獲利下車 不停的當會員累積財務 贏家姿態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 所以希望未來台股 眾多行情 所帶給你波段利潤 你每一檔都可以跟我 一起來並肩作戰 休息一下 再回到見面現場 在那裏面有些什麼 一會兒 恢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廢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肺氣容器要盡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多投行情 什麼樣的價值型投資概念股票 可以讓你產生波段利潤 請你務必跟緊一點 而且積極來跟我卡位 這檔日友當時有5月26號 對很多朋友認為這檔股票 瀕臨前波高嘛 這種股票怎麼可以買 我買的股票基本面很棒 之前的高點容易被突破啦 之前的高點都不會是壓力 這是你選擇股票很重要的依據 股票總是要反映基本面嘛 所以呢操作的手法 這檔日友在5月26號 我說法人估他的年度營收 整年度營收跟去年比較可以增長15%啦 所以之前大盤跌600點他不跌啊 基本面一個優勢讓他股價抗跌 5月26號形態突破要滿 要滿最低147 接下來5月30號衝高嘛 上禮拜二繼續的走高這樣9.2% 那上禮拜三呢 整個地有 我說開始整理 那重點是整理完他會再走高 所以我在上禮拜是特別告訴你啊 當日友回檔來到125.5嘛 逢低接啊 逢低買吧 我也因為他當天跌到152.5 就告訴你這檔股票 我看壞嗎 或是不敢拿出來分析 跟我們會面對面溝通嗎 不可能的事情啊 一檔股票只要持續性的看好 我們會在一個適當的時機點 告訴你逢低來承接 多投行情看支撐嘛 支撐價位大了我帶你出手啊 所以上禮拜四的日友很重要 回檔152.5逢低接啊 衝高我不會帶你去追啊 對他已經領先大盤過前波高耶 他是強勢性的基友股 才有這樣的一個走勢 所以上禮拜四要不要跟我低接 低接完禮拜五 紅K棒嘛 158.5嘛 禮拜六來到161.5 創價率也新高 短線不追 壓回再跟我低接 好不好 所以當天所給你賣點 你很清楚啊 提醒一些觀眾朋友 不要去追高我的股票 是因為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雖然你還沒有成為我的會員 我還是不希望你受傷啊 冰冰一樣是股票 我帶我去做是賺錢 不好你看我這個沒什麼了解 這樣真的不好啊 對我們未來彼此合作空間 是有負面的嘛 所以我一再告訴你 不要去亂追高我的股票 不需要 你要的 比較好的合作模式 下一檔 或是我賣掉之後下一趟 可以承接的位置 你同步來進場嘛 會比較安全可靠嘛 行情怎麼規劃 你看我對大盤的分析 你應該很清楚的嘛 為我們這個忍耐 帶你反敗為勝 把你這些人失去的賺回來 絕對有辦法嘛 不要因為大盤漲得快700點 之前520 你賣掉的 不甘心的 你就去放空 你會被嘎啊 嘎完空手一定嘎空頭嘛 這不變成一個道理啊 所以整個日友呢 你看我們在上禮拜六 是不是159賣出 創新高我喜歡賣啊 對這是我的一個操作 哲學以及態度嘛 如何落袋為安 你已經見識了太多檔股票 對我們是低檔買高檔出的啊 低檔我會進場高點呢 上禮拜六159賣啊 就跟我賣嘛 賣完之後有低點 我會接回啊 所以你一般不是殺到151嗎 那上禮拜六賣在159 不是很漂亮嗎 你就漂亮嗎 所以151 差了8塊錢 我說我會接回啊 對 今天漲了3塊錢耶 154.5耶 我會有沒有接回 我有沒有接回 明天公佈答案 低進高出的原則性 不停的獲利下車 不停的累積財務嘛 我不停的在幫我們 新進會員創造出贏家姿態 我相信很多觀眾 你之前是不容易賺到錢的 你之前是苦哈的 你是懷又喪志的 但是你來跟我合作一次看看 我給你績效 一定讓你滿意 但是你要懂得低檔買高檔出 反市場的一個操作哲學 一旦你成為我會員 你要敢跟我低接 跌的時候我最喜歡買股票啊 對 跌的時候我最喜歡買股票啊 我喜歡在一檔股票 還沒有衝出去之前 先帶會員卡位 包括這一檔 某個族群的獲利王 第一季營收率是新高 禮拜六告訴你 大抵完成積極佈局 昨天禮拜黑價棒 老婆 跌下來就是買 跌下來就是買 今天這檔股票呢 衝高 盤中衝高啊 尾盤稍微壓回啊 像這種機優性的股票 如果還有低點 請你把握 我怕它沒有低點直接衝出去啦 如果有低點呢 要上車的 既把握住機會 另外一檔 極佣性的股票 低劑獲利 激增1.9倍喔 而且它的第二季營收 有機會激增三成 每季營收都在成長性的股票 所以禮拜 特別告訴你 它沒有漲啊 見黑就買 因為接近支撐 今天這檔股票 還沒漲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啦 所以 整個股票的一個架構 它要不要反映 未來激增三成的基本面 如果有這樣的可能性 有低點 我就帶你上車 想要賺錢的 想要迎接未來第二季 業績展望加個股 所帶給你破斷行情的投資廟 歡迎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明天見 robbed 未來 大座 出席 今